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 今天在外部省召见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 就中国公务船驶入钓鱼岛附近海域提出抗议 对此程永华反驳称这是中国固有领土 表示中国船只在相关海域进行活动理所当然 据共同社报道 岸田对程永华表示 围绕日中关系的局势正在明显恶化 绝不能容许单方面加剧现场紧张的行为 要求尽早驶离船驶 程永华当场予以反驳 照见结束以后 程永华在接受季的采访时表示 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船驶在相关海域进行活动是理所当然的 相关的船舶在相关海域开展活动是当然的 理所当然的 日方不应该说三道四 但是关于当前有关海域出现的这个事态 中日双方还是应该按照2014年11月 双方达成的四点共识的精神去管控事态 不要让事态在进一步的扩展和复杂化 努力 共同努力解决当前的问题 连日来 日本政府多次就中国船只驶入钓鱼岛附近海域 向中国发出无理抗议 对此中国外交部6号重申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对上述岛屿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同时中方正在采取措施 妥善管控有关海域的事态 强烈希望日方恪守双方有关原则共识精神 冷静看待目前事态 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紧张和复杂化的行动 共同为有关海域的稳定做出建设性努力